瑞芳龙镇里里长林文青在当里长之前就算是小有名气 成立社群媒体让瑞芳人有平台可以发声 他也会立即提供解决管道帮民众处理瑞芳大小事 而在担任里长后更是凭借着自己经验 首先将自己里内的问题都先盘点出 然后再各个急迫 这也让他首任里长就拿下特优里长殊荣 里长我较了解是他做了很困难 也对这里里面从事要求的他都有尽量做得到 现在这边的公车庭电汇什么 所以我也建议他应发好 所以这次来说 我是希望里长也赢得很衰退 尽量把这个农丁里的范围来做佛服 让大家继续来支持林文青里长 很感谢大家在看到这四年来 有给我这个机会 从上次只有赢老里长三票 这次有获得401票的差距 当然这四年来我也做了一个礼物报告书 里面都大概记录了 就是说这四年来发了500多份公文的内容 还有我们这边的一些改变 龙镇里长林文青说 上届选举时出事提升 和老里长只有差距各位数的票数 不过他靠着这四年的努力 翻转龙镇里 这次选举获得大幅度的领先 用时间证明一个素人起步的年轻里长 也是可以做到让民众有感 当然接着除了第一阶段 我们在做老弱的辅助以外 也清理了非常多老人家 像中低老人生活津贴本来只有18位 现在有61位在领取 其实这些资讯落差 在这四年来我也都透过LINE AT 还有FB的那个平台 来一直来宣导 并且落实家户的访查 接着四年还是会持续 林文青进一步说 里面年长人口居多 很多乡亲对于政府的政策 未注意而失去了应有的权益和福利 因此也积极协助各项老人福利的申请 透过礼办公处来连结市府与民众的桥梁 让龙镇里越来越好 介成为瑞芳采访报道